我是小明,挑战海底巨窝也一直是我的梦想 在上一期的雨林生存探险中 为了给土地里记得安排一顿丰盛的生物业 我们收集了不少的非洲大蜗牛以及商药档子 通过捣碎、挤牙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 制作了一往长寿面以及一份蜗牛大藏 两个也利用台骂以及驻载 采用相互常用的传统编制工业 为土地里记得制作了一点 寓意着向往美好生活的瓜皮吗 最终在我们的祝福下 土地里记得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不过因鞋带的户外电源定量耗尽 加上最近收到很多粉丝发来的信息 想要看我挑战一起海底巨窝 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 我们从西爽马那的原始森林 直接乘坐飞机来到了海南 听说这里的巨窝不仅有大龙虾 还有比大腿还要错的巨型海马 为了刚到大货 这次我吃鸡子购买了三套潜水装备 以及两把鱼枪 咱们要干大货 必须把这个鱼枪给它磨得不利一点 这样床头力才会更强 用我们探索的地方 位于海南望宁的甘州岛附近 这里的海水清澈渐渐 且周围还有珊瑚礁石 可以给海水供养 所以附近的鱼就非常多 我们换好装备后 浮潜在海面上并游并涨 由于自由潜水大鱼 属于极限运动 考虑到安全问题 我和梁哥携手并进 我坐他的前半 他负责打鱼 我负责建议 大鱼寻找了一个多小时 梁哥在海底三米左右的一处礁石下 发现了一条青衣 也是趁此机会 想要将它直接拿下 当时这条青衣力大无比 加上视角问题 鱼枪没有瞄准 直大中了尾巴 最终在不断的挣扎下 还是争夺鱼枪逃之遥遥 兴许教训后 梁哥直接换了一把 威力更大的汤纤维鱼枪 并且朝着鱼群围绕的方向 仔细寻找 最终功夫不顾有心人 在一处水深大约5米左右的海底 发现了一条巨型海帽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 目测这条海帽 大约有二十几斤 属于非常航近的海底巨围 于是两个赶紧扶出水面 调整呼吸后 再次侵入海底 瞄准貌鱼的头部 直接将其光传 不过此时 因为海水压强的云衣 加上拍摄的手机 没有佩戴防水卡 最终导致手机进水故障 并且拍摄中的画面 初心得动掉针的情况 好在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终于将巨围拖到了岸边 这大家伙 怎么样 够大吧 这大家伙 我一百三十斤 他居然比我的腿还要粗 你看看 这么长 差不多有个一米二左右 最终我们将鳗鱼分隔前两包 大的这棒保存起来慢慢吃 小的这棒做了汤烤 终于让土地里记得饱餐一个 兄弟们明天还想看什么 可以打在评论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